房间里,女人正在痛苦的哀嚎,可眼前的男人丝毫不为所动,拿起匕首,狠狠地插入女人手掌,逼问她老公的下落,女人视死不说,即便下一秒,另一只手掌也被插进匕首,女人还是拒不交代,最终,她因为嘴硬葬送了自己的生命。 男人名叫杰克,是当地某个黑帮的冷血打手,道上人尊称他为耶稣会士,杰克虽然做事雷厉风行,但他有自己的原则,只对敌人心狠手辣,却因此还是得罪了不少人,被人栽赃陷害,送进监狱,一晃四年时间转瞬即逝,杰克在狱中表现良好,提前被放了出来,他也决定就此洗心革面,做个好人,可惜他的仇家以及当地警察不这么下, 所以杰克刚一出狱,就有一群警察找上门,二话没说,对着他就是一顿靴,警长警告杰克,自己已经盯上他,千万不要做违法的事情,要不然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 杰克从地上爬起来,来到前妻大美家,想看看自己的儿子汤姆,大美现在已经有新男朋友,因此面对杰克的到来,他十分不欢迎,奈何杰克是儿子的亲生父亲,他无权干预两人见面。 就这样,大美给了杰克五分钟见面时间,汤姆一见到父亲,起身飞扑上去,表达自己对他的思念,在汤姆心中,杰克一直都是个好人,通过简单的闲聊,杰克意外得知,大美现在的男朋友文森特对他们母子俩并不好。 这时,大美听见两人的对话后,急忙把杰克赶了出去,怕前夫知道太多事情,从大美家里离开,杰克找到曾经的老大,向他表明自己要金盆洗手的想法。 同时询问关于文森特的事情,老大见杰克去意已决,也没有进行挽留,只不过警告他,离开帮派可以,但不能透靠其他犯罪组织,要不然会对其展开追杀。 杰克答应了,随后,他从老大口中得知,文森特来自墨西哥的一个黑帮,在这边主要从事军火以及房地产买卖,了解到这些,杰克开始尾随前妻,来到一处废弃的仓库,随着卷帘门的打开,文森特出现,从包里拿出一叠钞票,直接甩到大美脸上,让他拿钱走人,少来烦自己做生意。 大美在文森特面前,可以说是毫无尊严可言,杰克看到这一幕,决定要为前妻做点什么,他回到自己入住的汽车旅馆, 意外看到汤姆等在门口,对方今天不想回家,要跟他在一起,就这样,两人一起度过了难得的父子时光。 第二天早上,杰克才把汤姆送回家,当天晚上他准备约大美出来谈一谈,没想到,杰克在约定地点,遭到仇家的追杀,一场大战也就此打响, 对方来势汹汹,武器装备齐全,手枪,线弹枪,冲锋枪,应有尽有,杰克身手敏捷,选择先发制人,一个剑步冲上前,利用车门趁机夺枪, 然后与对方展开互射,杰克有枪后,犹如战神附体,三下五出二,解决掉一众小喽啰,见有人想开车逃跑,杰克对着汽车, 砰砰就是三枪,直接把汽车打爆,解决完这些人,杰克意识到,自己不能在这个城市继续待下去了, 之后,杰克见到大美,对方的态度也是如此,想让杰克远离他们,此时,杰克问起关于文森特的事情, 对方选择避而不谈,跟着两人聊着聊着,就来到车上,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,激情过后,大美开车离开, 希望跟杰克就此彻底结束,好家伙,都说男人提上裤子不认人,原来女人有时候也会这样, 这真是小刀拉屁股,开眼了,然而,两人并不知道的是,他们做的事情,都被文森特派出的手下,看得一清二楚, 原来,文森特知道杰克出狱以后,以防出现意外,第一时间派人跟踪他,文森特得知自己被戴了绿帽子,顿时怒不可, 要给大美一点教训,杰克刚回到汽车旅馆,就接到汤姆的求救电话,他急忙开车赶往, 一进门看到屋里一片狼藉,大美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,杰克上前查看,发现前妻死了,只剩下冰冷的尸体, 就在这时,文森特挟持着汤姆出现,杰克身后也被人用枪顶着,杰克见状, 瞬间怒从心头起,迅速出手打倒手下,文森特第一时间开枪射击,杰克急忙跑进地下室躲避, 眼看这种情况,文森特赶紧挟持着汤姆离开,等杰克追出来,对方已经不见蹤灭, 此刻,警察也听到枪声赶来,迫使杰克不得不暂时逃离,为了救回儿子杰克偷朋友打听道, 文森特在当地合作的军火商斯恩,也许他能知道对方的下落,当天夜里,杰克来到一处俱乐部寻找斯恩, 他向八台姑娘玛丽打听,后者一听来找斯恩,立马汇报给上级,没过多久,杰克就被人围住, 他临危不乱,谎称来找斯恩谈军火买卖,成功得到对方位置,杰克来到一处房间, 见到了斯恩跟其女朋友,斯恩向他介绍自己那琳琅满目的武器, 杰克哪有心情听这废话,直接掏枪射中斯恩,跟着逼问文森特的下落, 斯恩的女朋友见此情况,冲上来,要跟杰克拼命,结果当场挨了枪子领了盒饭, 斯恩瞅着架势也是不在嘴硬,乖乖地交代了文森特的行踪, 对方现在已经回到墨西哥,杰克听到这,上去一发子弹,送斯恩归了西, 在离开时,杰克还顺走了这里的武器跟现金, 威雷恩顺利通过边境抵达墨西哥,杰克回到俱乐部, 找到玛丽,雇佣他帮忙伪装成自己的妻子,掩护其进入墨西哥境内, 起初玛丽并不同意,但一听有钱赚,那是立马答应下来, 就这样当天夜里,在玛丽的掩护下,杰克成功通过边境,抵达墨西哥, 在一处汽车旅馆下榻,杰克准备第二天, 直接杀去文森特经营的公寓租赁公司, 没想到玛丽突然站了出来,表示自己想要帮忙, 他可以先去踩踩点,毕竟文森特不认识他, 只不过杰克要为此付出5万美元的报酬,他并没有拒绝, 此日一早,打扮靓丽的玛丽来到房屋租赁公司, 见到了文森特本人,并趁机拍下了几张照片, 回去后拿给杰克看,玛丽表示并未在公司里看到汤姆的踪迹, 说完这一切,玛丽开始收拾东西打扮自己, 今天晚上,文森特约了他见面,想谈租房事宜, 起初杰克并不想让他去,毕竟这太过于危险, 奈何玛丽态度坚决,其实从这里不难看出, 玛丽似乎是对有情有义的杰克有了好感, 随后,玛丽来到文森特别墅,谁知两人还没等说几句话, 文森特脸上突然一变,逼问玛丽是受谁指使来到这里的, 原来,文森特从一开始就感觉玛丽不对劲, 并不像是租房的顾客,与此同时,杰克也开始行动, 他手持消音手枪,悄无声息地干掉门口守卫, 接着便直杀监控室,又是砰砰两枪, 送还未反应过来的保镖归了膝, 然后直逼文森特房间,上去打晕对方, 等文森特醒来,已经被杰克五花大绑在椅子上, 杰克开门见山,逼问汤姆的下落, 对方一脸邪笑说,孩子不在这里, 已经被他卖了,听到这里,杰克顿时诺不可遏, 想要问出被卖去哪里,可文森特这小子十分嘴硬, 见此情况,杰克只能使出雷霆手段, 把一盆滚汤的热水浇在文森特当部, 跟着又用开瓶器撬掉对方指甲盖, 即便文森特疼得字牙咧嘴,依旧没有说出买家名字, 见此情况,杰克不再手软,拿起匕首,削掉他的手指, 随着两根手指头落地,文森特索乖乖地交代出对方的名字, 屠夫,得到这个关键线索以后,杰克一发子弹送他归了西, 随即便开始调查屠夫这个人,得知对方实力雄厚, 不仅是个军火商,还是当地最大的黑帮头目, 至于屠夫买下汤姆的原因,咱们这里先卖个关子, 到后面再交代,很快杰克查到屠夫,经常出没一家拳击馆, 第二天,杰克带着玛丽来到这家拳击馆外踩点, 意外发现门口站满了鹤枪实弹的保镖, 有的甚至手上还端着机枪,看到这一幕杰克意识到, 应该是文森特的死,让屠夫有所警觉了, 于是避免连累的玛丽,杰克打了一辆出租车, 让他前往机场离开此地,等到对方一走, 杰克便准备甩开膀子大胆干,他潜入拳击馆, 打听屠夫的下落,没想到,就在这时玛丽突然出现, 原来他所思又想决定不走了,跟随杰克一起战斗, 结果下一秒,屠夫的手下出现,将两人打晕, 带走,不知过了多久,杰克醒来, 发现自己在一辆汽车上,玛丽不知所踪, 此时汽车正行驶在郊外公路上,前往屠夫的大本营, 等临到跟前,杰克瞅准时机,迅速出手反击, 打晕车上手下以后,化身孤胆英雄,杀进屠夫老卧, 谁曾想,遭遇背后偷袭,被屠夫手下生擒,套上锁裂, 带到了地下牢房,在这里看见了被折磨不像人一样的玛丽, 随后,屠夫闪亮灯场,道出了买下汤姆的原因, 原来,屠夫的妻子和孩子,就是死在了杰克手中, 而他的妻子不是别人,正是电影开头的那个女人, 此意,屠夫要让杰克血债血偿, 当着他的面,把汤姆吊挂进水井中, 杰克见状,瞬间爆发出无尽的战斗力, 挣脱束缚反抗,制徒救下儿子, 可惜,终究是双拳难敌死守, 被敌人用匕首刺进胸膛, 但他还是强忍剧痛,打倒周围手下, 自己却倒在地上, 汤姆在此期间,也逐渐没了动静, 最终溺水而亡, 这时屠夫上前唤醒杰克, 然后准备当着他的面, 把汤姆从水井里拉出来, 让其亲眼看看儿子的惨状, 此时的杰克不知从哪迸发出的力气, 拔出胸口匕首,狠狠地甩向屠夫后背, 送他领了盒饭,没错, 一代枭雄屠夫就这么死了, 这结尾属实是有些草率了, 影片最后, 杰克起身亲手把儿子从水井里捞出来, 带着尸体跟玛丽走出屠夫的基地, 回到美国将汤姆安葬好,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, 片名《耶稣会士》, 是一部最新上映的犯罪动作电影, 影片剧情较为简单, 缺少一些吸引眼球的因素, 好在动作器上还算上心, 惊悚气氛营造的也可以, 算是本片最大的亮点之处吧。